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主演的年代戏 采访时略显呆萌 还未从角色中走出来 我的朋友,作为FIRST青年影展宣传短片 将于10月31日正式上线 主演UNIT王一博在采访中 为我们讲述了这部作品的历程 《我的朋友》是青年导演张大磊的作品 是王一博携手周迅共同主演的一部讲述女性题材的年代戏 从角色海报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知青年代的氛围感 短片中,王一博饰演李默 一个改革开放后的知青采访过程中 王一博感觉满脸的沧桑 有黑的皮肤,利落的短发 很有七八十年代的感觉采访时 明显感觉王一博还没有从角色状态中走出来 眼睛比较空洞 无力感 回答问题的语速很慢 比他平时还要慢大半拍 看起来整个人都呆萌呆萌的 在放出的影片花絮里 王一博饰演的李默 从中长发开始 纠结着自己要不要剪短头发 戴着眼镜 丝丝纹纹纹的模样 有点背影婆娑 跟王一博迥然不同 犹豫不决 眼神无力 彷徨无助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 我们通过这个场景 感受到了这个角色是心事重重 那个年代的人 瞬间被这个场景给渲染了 把我们也拉进了曾经的年代 看起来很委屈无助 跟街舞上炫酷拽王的裤盖 完全是两个人 这个具有年代感的李默 到底经历了什么 会让他这般无助 采访中 王一博讲述的 在电影院看电影的场景 不知道90后的人 是不是分外眼熟 小时候的 我们就是这个画面 在大礼堂看电影 特别的激动 看得也超级的认真 总之这部片子 有点回忆杀的感觉 搭档周迅 王一博居然毫无违和感 也是很有CP感的一对 不过从这部作品的名字看 应该是革命有益了 回过头来 看一下王一博的采访 发现他在介绍影片时的样子 剧中人物的造型 灰头土脸 整个人看起来好脏的 跟白白嫩嫩的王一博 相差甚远 同时 王一博的奶镖说完话 总会凸显出来 整个人看起来有点带有点萌 这个样子的王一博 还是头一次见 着实有点不一样 毕竟刚刚结束了 这就是街舞总决赛 我们还沉浸在 酷盖街舞饭中 再看呆萌又吐气的样子 有种时空错乱感 不过没有关系 这部作品上线后 我们就会看到 王一博的表现 作为青年电影作品 王一博很开心 能够参与进来 饰演这么一个 具有突破性的角色 对于他而言 就是一种尝试 一种经验的积累 文艺范的王一博 各位还是自行观看吧 三度搭档我们周公子 不知道能够激发出 王一博怎样的潜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出 王一博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出